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老實講就是說 我們不想要說到一直到了下一代 再來抱怨我們說 爸爸媽媽為什麼你們在年輕的時候不好好努力 把那些不好的留給我們 所以我們覺得說我們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代 其實算是我們青年力量最強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我們青年應該站出來 就是說可以決定這個國家的未來 那我們是要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成的 是由我們自己去決定的 對 然後 雖然說今天沒有到十萬人 那大概有五萬人 我覺得就不錯了 我覺得非常謝謝大家來 那不管是來多還來少 我覺得大家有把這個宣傳效果出去 我覺得這樣不錯 一步一腳一慢慢去給他做好 然後台灣一定會改變 我覺得我這樣走出來 我覺得我自己還有希望可以 我覺得每個人其實都很認真在過生活 然後很辛苦在努力 其實每個人都非常的打拼這樣 就很辛苦在這塊土地上 那 嗯 我那時候發言的時候我就不小心 我就講出來說 我這樣子 我走出來我覺得我 可以好好的感受土地 然後噴息 我們台灣這樣 然後其實我講出來那一秒之後 我才才發現 噢我怎麼就講出了這想法 這是我之前都沒有特別想過的 就是我沒有特別想過 我 我不想穿鞋子 是 呃 是覺得在疼惜土地 那 我覺得並不是一定要特別不一樣 或每個人都一定要這樣 只是 我 我覺得這是我 嗯 我自己的一個方式 就像我那時候聽到我們夥伴 有一個夥伴說 他覺得 呃 當我們 對於 呃 喔加油 喂 就是對於社會上有些事情 沒有辦法接 就是我們對於社會上很多事情 沒有辦法接受的時候 我們就是走出來 這樣 那 那 那 我覺得我今天也是抱持這樣的心情 因為我不知道我可以使些什麼 什麼力 那我覺得我走 走這段日子真的 就是感觸很多 那 呃 就是 重新再認識台灣 更 每個地區 每個社區 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文化 然後有更多 其實發現很多 在地的居民 他們真的真真切切是在 這個地區 認真的過生活 那 我們以前 我自己以前是 沒有真正認真想過這件事 也沒有真正的去接觸過 他們 所以這趟下來 我其實覺得也很感動 所以 我就是再次的回到 就是我覺得人跟土地 人跟環境 自然環境 然後我們所有 資源 是沒有辦法脫節的 可是現代的環境 太過於便利 也很快速 反而讓我們 讓我們 不 不知不覺 就 距離越來越遠 其實我們這一次走出來 我們想要 保護的 想要告訴大家 就是 其實我們身邊 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是需要我們去保護的 所以我們今天 才走出來 用我們的雙腳 體驗這塊大地 然後我們的行動 不是只有 去宣講 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何能有多危險 我們到了東部地區 其實比較多的時間 是傾聽 傾聽當地人 告訴我們 一些他們 碰到的狀況 很多的議題 因為其實他們 比我們還要了解 核電的事情 然後其實我們這一次 走出來 我們想要 保護的 想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其實我們身邊 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是需要我們去保護的 所以我們今天 才走出來 用我們的雙腳 體驗這塊大地 然後我們的行動 不是只有 去宣講 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何能有多危險 我們到了 東部地區 其實比較多的時間 是傾聽 傾聽當地人 告訴我們一些 他們 碰到的狀況 很多的議題 因為其實他們 比我們還要了解 核電的事情 台東的 台東的用電量 只佔全台灣的 0.5% 也就是說 簡單來說 台灣有一千個人 用電的話 台東只有五個人用電 然後我們就要把核廢料放在台東 這是多麼不合理的一個狀況 就像那些在天龍國用金馬桶大便的人 大碗的便直接通到台東 就是我們現在台灣社會的狀況 作為一個政治系學生 我只想在這邊跟大家道歉 因為我們政治系的老師 最大的學者 當到最大的官 他卻沒有辦法做出最簡單的價值判斷 當然事情是對事錯錯 他想不出來 當你告訴他他有危險 他覺得你應該承擔 他覺得人民該死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那人是江一華 他只是政治系的老師 所以作為政治學生 我們真的很抱歉 我們政治系無能 所以使得大家必須站出來 但是也因為這樣 我們才能看到台灣人民的力量 幾年前我搬到嘉義來在這邊定居 我對嘉義有一個非常深的感受 這個感受就是嘉義人實在是了不起 為什麼說嘉義人實在是了不起 核電廠如果爆炸 它的輻射範圍 不管是從台北 或者是從金山那一帶 或者是在屏東的核山廠的爆炸 它的輻射範圍剛剛好 唯一不會被輻射範圍少到的 就是嘉義 可是在這裡的嘉義人 不管是在禮拜二的晚會 或是今天上的晚會 今天的晚會 我們所看到的 都幾乎是超過到台灣 找到目前為止的最多人 這個教育體系不斷地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為了自己 為了要自己的賺錢 為了要這個社會的賺錢 為了要經濟的發展 所以我們可以不顧一切 可以不顧友情 不顧環境 不顧土地正義 而不斷地自己往前衝 可是最後傷害的 反而卻是我們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很多年輕人都站出來了 可是當他們站出來的時候 這個社會裡頭 大人們都告訴我們說 這一群年輕人是沒有禮貌的 這一群年輕人是會亂丟鞋子的 這一群年輕人實在是很糟糕 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笑話 當我們開始的年輕人要開始去關心社會的時候 我們大人居然說出這樣的話 實在讓人家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可是我們看到這一次的行腳隊伍 非常的不簡單 他們沒有丟鞋子 他們也沒有去不禮貌 他們一步一腳印的踏在台灣的每一個土地上面 在每一村的土地上面都有他們的痕跡 都有他們的努力 我真的要向他們說 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 整個的反核運動在台灣社會已經33年了 從1980年核四場要興建在共僚的時候 其實就有反核運動了 但是那個時候呢 就是當地的共僚的人民 一些中老年人 他們走出來為了捍衛自己的共僚土地 捍衛自己在海邊捕魚的權益 他們要拒絕核四場 1999年 抗議19年之後 還是要開始興建核四場 然後呢 一波又一波 一波又一波的抗議活動 我跟你們說 幾乎都是中老年人出來抗議反核運動 不曉得是不是台灣的中老年人太閒 還是年輕人太忙了 沒有空走上街頭 但是呢 台灣的社會運動是扭轉的 大大的扭轉了 今年309在那個 北中南東四處的整個反核運動裡面呢 我非常驚訝 終於反核運動裡面呢 出現了一大票難以計數的年輕人 然後呢 我旁邊走了很多的老年人 中年人 他們跟我走在路上呢 然後就興奮的要命 因為他們從來參與街頭運動數十年 沒有看到有一場社會運動 年輕人全都跑出來了 年輕的公民力量都展現了 他們太驚訝了 他們很開心 他們說 時代不一樣了 真的年輕人 開始來為這個時代做主了 你看從今年以來 有多少場的社會運動 不再是政黨主導 不再是某個 好像公民場上的那些老社運分子主導 而是一群從來沒上過街頭的年輕人 從來沒有注意過什麼是社會運動的年輕人 開始慢慢覺醒了 我是學教育的 我最珍惜這份力量 然後看到你們都來 你們很可能是你們這輩子第一次的社會啟蒙 但是你們都願意來了 我現在覺得很開心 我們是南華大學生 那因為平熊其實在 我們學校在大陸 所以我們是平熊 那因為我們其實對於和人 都是覺得 和人就是台灣其實 就不適合發展和人 然後因為其實同學在五分鐘 沒有參加過社會運動 所以這算是他們我們的 第一次啟蒙 然後第一啟蒙 然後我們就參加這樣子的晚會 就是讓大家認識一些 比較有關心聲的意思的 就是回去也有機會可以繼續這樣發動 回去也有機會可以繼續這樣下去 今天我們用這間店 用這間有 方便的是我們 那其他的人 我們下一代呢 我們的未來呢 我們希望這個美麗的 讓他未來變成是一個 人間烈魚 就這麼簡單 廢而我就是 我覺得是建立台灣一個 一個工藝社會的一個開端這樣 因為做核電廠用只有四十年 可是你核廢料 你是二三十萬年的時間這樣 不然一代或兩代人所用的一些東西 你修給後面那幾千萬代人這樣 另外 有可能會覺得 反核已經反這麼久了 為什麼還要繼續做 其實我覺得 就跟核廢料相比 其實反核時間 反而算是短的而已 你用兩代三代人 用這幾十年 甚至一百年的時間 來教育 我覺得都是不值得 你推後代是 其實你推後代是千年萬年 這樣 把這個當作投資來講的話 相對是短的 不值得 超級別的 那就是 超級別的 同學 請說 這也是 我們 элементы 我們可以跟核廢料 推是 要 保測